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变篇讲的是九种战况的临机应变处置 由于战场啊 瞬息万变 股必须通权大变 不可以拘泥兵法 不可以拘泥景点 毛泽东有句名言 打起仗来 我毛泽东就把兵法给忘了 好 这才高手 所以在这一篇他告诫将帅 与敌人争立的时候 要力比兼顾 机制 应变 那么这一节 我们讲九变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军名有所不收 我曾经讲过武功交战的故事 当吴王两个妃子不听号令 拿孙子开算 孙子下令 绑了 要斩首示众 而在典将台 等吴王和驴 急忙下令刀下留人 司马前 司马前 在史记就有段记载啊 他说 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仪 寡人非此二级 实不甘位 远无斩业 而孙子回答了 会智人口那句话 臣 既以授命为将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收 坚持把这两妃子给杀了 而孙子在九变篇里就直接说出了 军命有所不收 那么这里的有所不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也可以 而也可以表明什么 应该服从军主的命令 那么必要是也可以不服从军主的命令 有所不收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收 是中国古代兵家很早就提出了一个经典剧的理念 这是战场瞬息万变的环境被逼出来的 如果前线降临 一举一动 都要按照远离后方几百甚至上千里路的 他的军主的指挥 按照他们的要求做 而不能激动处子的话 很难打胜仗啊 一举一动捆得死死的 带靠子呢 那能行吗 打仗 打赢是硬道理啊 其他 没用 战争不是演戏啊 指挥官不是导演 官兵不是演员 戏演的不好 可以从来啊 而打仗打输了 没法再来 只有死 一切都在千军一发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的 是战场那个最高的 直接的指挥官 如果一个指挥官在前线作战 每一个具体的步骤都要得到后方司令部的指令 那么他一定没法打胜仗 从这一点意义上 瑞士著名的军事里人家 托伴 罗密尼 有一句经典名言 他说什么 一个远离国土500英里之外的指挥官 还不时得君主的号令 那么这个指挥官倒霉的日子就快到了 秋吉尔就干过这种蠢事啊 而这种蠢事就导致了英军历史上最大一次投降活动的出现 1941年12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军迅速出兵东南亚 夺取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秋吉尔这个人呐 可以说算得上英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他获得了一个国葬 来证明他的伟大 1965年1月24号 秋吉尔写诗了 英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他是唯一获得国葬的英国平民 30万队伍啊 哭着 护送他的灵鹫到墓地去 6000人参加他的葬礼啊 他的功绩在于呢 他带领了英国 打赢了一场陷于败局的战争 但是 他打赢的更多的靠着什么 靠着政治艺术 而他的军事指挥 毫无客气的讲 真的不敢恭维 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尽是拙劣 在这一点上 他跟希特勒可有一拼啊 他们都习惯 越过正常的指挥程序 直接向前方部队下达指令 希特勒和他指令都一样的 不许后退 死战 坚守最后一个人 打光最后一个子弹 等等 在电报里 他来仰他 太平原战争爆发之后 当时摆在英军面前最好的路 是渡过柔佛海峡 退守新加坡要塞 而邱吉尔远在伦敦 他不这么想的 12月10号 邱吉尔从伦敦越过英军统帅部 直接给英运联军总司令 不希望伟维尔将军 打电报 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 消灭入侵的日军 你说的清晓 你远在万里之外的 伦敦 你哪知道当时英军 已经丢盔卸甲了 大量的装备都溜了 士兵士气低到极点了 轻作一惊弓之鸟 你还不让后撤 本来是应该有志趣的后撤 结果呢 他的电报延误着战绩啊 变成溃逃了 可这邱吉尔又一份电报跟上来 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 直到把弹药打光 撤出是绝对不允许的 韦威尔接到这个电报 苦笑的摇着摇头 后来他回忆了 他不是一份电报 这是一道催命符 果然 他的电报过来五天之后 在新加坡要塞的八万英军 向日军投降 再加上马来半岛上 五万英军向日军投降 这历史上英军最大的投降活动 是邱吉尔虾指挥造成的 邱吉尔自己把这一天叫黑到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军民有所不受的重要性 军民有所不受的思想要求 即使国俄军 你一国君主 一国统帅 你也有你的职责范围 对将帅受权以后就不得干预 将帅职权范围内的事了 将帅不能瞎指挥 当然有这个问题 也不能跋扈 一国行 但是国军更不能下指挥 军民有所不受的目的 是着眼于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 下级指挥官的主动性 灵活性和创造性 德国著名军事家 军事理论家 赫尔茂特茅奇 这个从军八十年军灵的 老军人总参谋部创始人 他有句话 委托是指挥法 委托的指挥是什么 就下级和上级之间关系 厘清了 上级给下级下达作战任务 只说明当前的态势 然后不额应有的兵力兵器 不交代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和部署 因为这些问题 有受领任务的指挥官 独立自主的解决 最后你把这活干完 美军名将乔治巴顿 对委托是指挥法 有过最精湛的见解 他说 不应告诉部下怎么干 仔细告诉他们干什么就行了 而这一点在下达任务时就明确了 要相信部下有惊人的独创性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指挥原则 懂得这个原则 即使不是军人出生人 也会打仗 当然了 孙子军名有所不受的思想 并不是要下属 不听招呼 对上帝的决策和命令 直若网门 其核心 仍然要求统帅 必须服从上帝的正确指令 军名有所不受 一定不能成为 一级 蒙一级 尚有争策 想要对策的理由 有所不 不讲了吗 必要时候 也可以不这样做 那么按照规定的 前面还有句话 应该这样做的 只是必要时候 紧急情况 它两层海一样 所以这个观点的现实意义 告诉我们 做事情 要求真无实 做事情 不能一味的盲从 领导的指示 不能一味的清新书本的知识 要调动各级指挥员 要调动各级官员的主观 能忠性 灵活性 创造性 不要一味的等 上级的指示 最后造成 没有上级的指示 就不会工作的现象 那最后损失的是自己的事业 一切从实际出发 陈云彤的话 叫不为上 不为淑 只为实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